想請教一下,因為剛剛陳昭姿藥師有講說 有幾位民進黨的強悍自私、健康女性 還是主黨代理運母議題 想請教一下主席為什麼會決定支持這個政策 那怎麼看民進黨的人在阻止這個政策 第一點,這個政策 我一聽,因為我作為醫生的立場 我一聽我就贊成 剛才講過 有些人他想生小孩,問題他就是沒有子宮 你為什麼剝奪他這個權利 所以我的立場是,我常常無法理解說 世界上為什麼有一種不知道什麼樣的意識形態 要去阻擋這種事情 而且這些人聲音很大 你想想看,可以讓一個法案躺在立委員堂19年 這個是蠻奇怪的 這是我無法理解的,但是我還是主張說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請問一下主席,那是不是已經確定說要將支持安樂死以及開放帶領運母這個議題 明確的納入到你的政見裡面 不是說明確納入你的政見,就是說我個人是贊成 我也覺得,我也願意聽聽這個社會意見 難道你們還有什麼反對的意見嗎 我個人是贊成 沈醫師是不是 我剛剛要說明一下 1996年我出來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行政院法會會主委 就是後來的國發會主委 那個陳梅林他是有幫我 他是人工生殖法的 博士入門是人工生殖法 是台灣第一篇人工生殖法 他當時支持我其實提了兩案 一個叫反對,因為當時的行政院是反對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叫所謂承操支條款 就是當時是先進行子宮發布 他說優先開放 所以就這個時間來看 1996年當時沒有通過 那後來很多法根本走不到立法院 因為就算國建署現在有完整的法案草本 我現在必須告訴大家 休暑黨的時代,這個完整的這個 人工生殖裡面代運的部位 已經有完整的版本在裡面 但是送不出來,為什麼 因為要經過姓評會 一群意識型態非常強烈 自私健康 有被害妄想症的人 因為他們說很多女人的苦是來自子宮 就是要幫忙為幫男人傳送接待 為什麼,因為我什麼話都聽過了 你不能生就算了 幹嘛拖另外女人下水等等 物化工具化,都是講這些意識型態的話 所以其實從1996年到現在 他的立法代舵已經27、28年了 只是說既然有爭議,陳建仁署長幫我再做了一次公民會議 大家可以去Google這個結果是通過的 那陳建仁署長你既然當年有給我一個承諾 現在你更位高權重的 你現在是院長 其實你下令不就可以了嗎? 你當時已經通過了 那我又多等了這麼多年 謝謝 TVBS家綺 主席 我們想要問一下就是這個安樂死了這樣的證件 是您一開始選總統之前就打算要來把他納入你的證件 還是因為您覺得最近很多人在討論這個議題 所以你才把他納入你的證件 因為我個人的工作背景 我每次說一個人的行為是過去經驗影響 我當過17年台大外科加護病房主任 我也當過5年半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 我看太多生離死別 所以我常常說 因為對絕大多數人他很少去遇到這種情形 我們是每天在看 當然說對絕大多數人他對這個法令通過不通過他無所謂 為什麼?因為不是每個人都碰到 實際上碰到的是少數人 可是問題就是說這些少數人 難道他 他都不應該有他的權利 所以今天我會提出來 我也不是說一開始就要提這個證件 而是說我們在過程當中 總是在選舉過程當中會拜訪各方 會聽到各種意見 我覺得這個不違反我的 我個人的理念 而且他真的就是解決 少數人的需要 那主席想要再跟您請教一下 就是說這個行政院突然拍板優先補助65歲以上第6類的對象的健保費 而且是政府全額買單 是不是覺得說選舉到了突然政院都開始組織 其實很多事情是這樣啦 本來他就該做啦 我覺得這樣啦 有做當然比沒做好 但是這樣啦 像我以前推1280 就是那種公共運輸1280 我們是真的有 精算過 知道說我路邊停車收費 我這個賺的錢可以去補那個公共運輸的錢 所以我們有考慮到財務平衡 今天我對民進黨政府的批評就是說 你常常推出一大堆政策 可是作為執政者 你沒有盡到那個財政具力的責任 你要花這個錢 你要先想 我從哪裡弄 夠不夠 多少 所以為什麼什麼叫大傻幣 並不是大政策不對 可是你不應當 就是說人家在野黨體的 你要為甚麼輸人不輸定 你就趕快推出一個 可是你這個都 都沒有不是這種精算 一個很負責任的政府 所以不是政策不對 是態度不對 民視有記 想請問一下主席 就是因為今天 陳醫師有到了現場 那是不是也是代表說是 氣賴停您呢 這個部分 今天陳醫師來到現場 是不是轉為氣賴停您 這個跟這個我想也沒有什麼關係 這個 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我跟陳肇事很熟 我還記得2012年 那個阿扁的醫療小組就是他找我去的 因為這樣我才會 後來因緣 因緣際會變成台北市長 不然我現在 還在台大醫院當教授 我倒覺得這樣 很多東西不用去馬上把它扯到政治 還是那樣 政治真正的目的 這解決老百姓每天遇到的問題 就這樣 台市張銅 不好意思我幫張銅來提問 想要請教一下就是 柯主席昨天提出的醫療政見裡面 八大主張裡面有三項跟侯友宜的有點類似 那麼這是不是跟這個在野整合的觀念很像 未來有沒有可能藍白 我跟你講 人家說 對的事情大部分 絕大多數的狀況下大家認同的事情 是非對錯大概都一樣 其實我還發現 其實 真正來講不是說政策有什麼相同不相 真正有差別是執行力 今天台灣政治最大問題的講一大堆 執行效果很差 真的要做全部只會用撒幣的方式 發錢 真的要做苦工的 反正都沒有人去做 太多了 所以那是這樣 我倒不覺得說 其實我跟你講 如果 如果真的大家都有很 對那個領域很認真思考過 恐怕八個政見有六個以上是相同的 所以這八個政見有三個相同沒有什麼了不起 不過最重要還是執行力 我覺得我們在今天台灣真正的問題是執行力 伊甸市思琦 想請問一下主席 因為新竹的文化局長錢康寧 他即將卸任但是他發文來酸高空安的跑車事件 就現在也被質疑說是不是高市府跟之前北市府一樣人才流動都比較快 是主席這邊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這個 常常什麼叫污名化 你去調查 柯文哲八年跟好龍斌八年 一級首長的那個更換數人數 我沒有比較多 可是我們常常就是媒體太注重 我連跑掉一個秘書 都會上那個報紙 真奇怪 所以這個就是認知 Image 印象 我再講一遍 其實柯文哲八年算下來 跟好龍斌八年算下來 我的首長流動率 人數沒有比較多 只是我走一個你們就要報一次 報到最後大家都有那個印象說 柯文哲的首長走掉很多 其實每個縣市 哪個縣市首長不會更換 這真奇怪 想再補充 再問一題 就是被稱作逃打姐的 原本是國民黨的這個呂美琳 他傳出已經加入民眾黨 連現在那個背心照片都曝光 主席怎麼看 這事實的真相是這樣 在好幾個月前 我們在基隆市黨部的確是 有去接觸好幾個議員 當然我們這種 台灣民眾黨一剛成立 也很希望去 去爭取更多的議員 說服他們來轉成民眾黨 所以在當時為了表示善意 連那個背心什麼都開始印 後來因為他出了一點事情 這個案子就 就停在那裡 所以到現在為止他也不是說 正式加入民眾黨 不過那東西是真的 一早就做了 一開始就做了 好最後一題中央社健身 主席市長請問一下 因為你今天說你贊成代理孕母跟安樂斯 那你會承諾說未來當選總統會推動相關立法嗎 那會不會擔心未來受到醫師團體跟宗教團體的反彈 這是這樣 政治這個說服的過程 我認為是對的 我的實務經驗認為這是對的 那就應該去推 在過程當中 如果遇到反對的意見 我們就要去跟他說服 方向我們是這樣 但是我們去說服 我們台灣還是民主國家 你也沒有辦法說你想怎樣就 就通過 我們還是要去爭取社會上大多數人的 贊同 好非常感謝媒體朋友 還有一題是不是 就是那個 因為就是回應到剛剛的 就是說主席跟侯正寅都有相繼拋出健保補助跟 巴士量表放寬的政策嗎 那衛福部也做出相關的呼應 那外界有解讀說這是 侯科聯手奏效 那主席會不會認為說這是呼應到你之前說的在野整合 要先從政治理念來合作 這個我以前在昨天也講過 其實 其實我倒覺得是這樣 政黨之間 固然有競爭 但是我相信相同的部分更多 我以前就點名那個蔡總統 應該出來開國事會議 當召集人 其實台灣還是很多問題要解決 那個18歲公民權 我真的應該通過 這樣公投沒過 這一定是大家嘴巴說支持 都沒有用力去推 那個隔魁同意權這件事情 這真的要拿出來談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台灣的選舉 我給他講的民選皇帝制 因為贏者權毫無自衡 你只要選上總統 我隨便你搞 所以總統要不要去立法院國情報告 要不要接受政黨質詢 我倒覺得這樣 如果我們政黨三權分立就三權分立 那所以 像這種國家基本問題 其實政黨領袖都應該坐下來談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俊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俊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一身俊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一身俊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方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一身俊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俊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俊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Moi面對我無敞的調適 那是 puzzle的 自己點級的一件事 我愛藏你們氣 我愛藏我愛藏我愛藏